孙女士仍在永康 通过视频向我们讲述了事情经过 去年3月 孙女士通过二手车商购买了一辆奔驰A200L的二手车 价格是20万元 老板跟我讲的是 右前方它右边的叶子板是被花盆砸过的 然后基盖都是有维修过的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款车嘛 毕竟如果是花盆砸过的话 我觉得问题就不大 车子开了一年 最近孙女士打算卖掉 找人验车 发现问题很多 为了进一步合适情况 孙女士想办法联系上了原车主 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信息 是第一手车主告诉我的 他跟我讲 车子是停在家楼下的时候 他起床 然后就看到车子就被砸了 人家从22楼跳楼摔下来的 车顶 然后整个车窗玻璃 中控啊 什么仪表盘都碎掉了当时 孙女士说 当时原车主告诉他 砸中车子的并非花盆 而是一个跳楼轻生的人 事件发生后 车子没有报保险 直接卖给了修理厂 因此在保险记录上查不到事故的任何信息 现在孙女士的要求是退车 针对她的讲述 我们尝试向原车主核实 对方表示不想再提及此事 随后 记者联系上了卖车给孙女士的二手车商 二手车商黄先生表示 这辆车它有一个上家 是台州的二手车商陈先生 记者随后联系上了陈先生 陈先生随后表示 这辆车它也有上家 是杭州的二手车商徐先生 记者随后联系上了徐先生 这个车在您这儿到底是进了第几手了 那么当时车主有没有把实际的情况跟你讲 那么像这辆车的情况 如果事故可以确认的话 孙女士能否要求退车呢 记者咨询了律师 对此卖车给孙女士的二手车商黄先生表示 原价退车他无法接受 但愿意高于市场价回购车辆 目前双方正在进一步协商中 这样算是很高于市场道 being 微看 或者 谢谢观看